朋友们好 上个视频发了后 有好多朋友建议我们不要放弃美食 能提出这个建议我知道是为我们好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做短视频好几年了 刚开始我们是想做三农 虽说我们这是农村 但是我发现一枚特色二枚特产 所以做了美食 每当看到南方的一些三农类博主 他们可以带动当地农业的发展 就非常非常的羡慕人家 自从接触到蜂蜜这个行业以后 我发现我们这原来还有这么好的蜜园 深入了解以后 我发现这个行业底层蜂农 他们是很无奈的 我发现这个市场上好蜜难求 更可怕的是 我们这边的蜂农平均年龄到了60岁 真的是没有年轻人愿意干这行 朋友们想一下 再这样下去的话 再过个三五年 我们这基本上就没有人养风了 这么好的自然资源就白白浪费了 太可惜了 去年也看到了 咱们这满山遍野的羊怀花 满山的羊怀树 看那边山上都是 满山遍野的野酸枣树 满山的野酸枣树 浪费了真的太可惜了 我觉得我们的机会来了 我很清楚 做美食视频 还是会有点流量的 做养风创业这种短视频 可能会没流量 两者对比的话 我觉得后者更有意义 有朋友提问 什么叫自然成熟的蜂蜜 这个问题问得好 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接下来我就解释一下 解释的时间有点长 希望朋友们可以耐心往下听 等气温核实后 植物开始流蜜 此时的蜜是花蜜 花蜜的主要成分是 遮糖水分 还有其他的物质 其他的物质会因为植物不同而不同 蜜蜂然后把花蜜采集进风箱 在风箱里会有一个漫长的尿造过程 这个尿造过程就是 会有无数只小蜜蜂吞吐花蜜 吞吐的同时会加入转化煤 把花蜜里的遮糖 转化为果糖跟葡萄糖 为什么要转化呢 是因为蜜蜂 不能直接吸收这个遮糖 不能很好地吸收遮糖 要把遮糖转化为果糖跟葡萄糖 才可以完全地吸收 这是给他们自己储存的粮食 肯定要储存好 肯定要弄好再储存 同时会加入很多活性酶 这个活性酶 喜欢吃蜂蜜的朋友都清楚 是蜂蜜里最有营养价值的东西 酿造的时间越长 加入的活性酶越多 还会加入葡萄糖氧化酶 这种酶可以促进葡萄糖氧化 产生过氧化氢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抗菌性化合物 这也是保证蜂蜜久放不变质的关键 到了晚上 会有无数只小蜜蜂在蜂巷里同时挥动翅膀 把花蜜里多余的水分给扇走 水分要低到限制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 只有转化完成水分合适的时候 蜜蜂会封盖 就是咱们去年取蜜视频的那种封盖蜜 此时的花蜜才变成了蜂蜜 只有经过这样漫长而又复杂的酿造 酿造完成后 这样的蜂蜜才是真正的成熟蜂蜜 只有这样的蜂蜜 它才具有蜂蜜该有的营养价值 而且这样的蜂蜜是久放不坏的 目前这个市场想找到真正的成熟蜂蜜 很难很难的 蜂蜜是农产品 任何人可以销售 行业规定是 薄米度到了41.5度 薄米度就是蜂蜜的浓度 到了41.5度就算是合格 这仅仅是合格而已 根本谈不上好 仅仅是合格而已 这样的蜜从采蜜到取蜜 仅仅是三五天的时间 只能说比糖水要好一点 完全没有经过小蜜蜂酿造 蜂农不会卖蜜 基本上都是贩子大量收走了 这样的蜜的收购价格极底 而且是一年比年底 这些蜜 有一部分会通过精心包装卖出去 有一部分会拿去浓锁 为什么要浓锁呢 因为是它的水分含量高 经不住放 放的时间长了就会坏 所以要浓锁 把多余的水分给蒸发走 浓锁的成本非常低的 这些都是浓锁设备 很便宜的 浓锁这个过程 它是需要加热 把多余的水分给蒸发走 本身就不是很好的封面 你再拿去一加热 更不好了 就是这样的市场环境 导致底层的蜂农 想要赚到钱 是非常非常难的 导致了现在人们谈蜜色变 根本不敢轻易买蜜 所以我们才决定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 做出真正的成熟蜂蜜来 可以带动我们当地的年轻人 加入到这个行业里 这个事情做起来很难 需要大家的支持 今后朋友们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 请一定及时的告诉我们 先谢谢大家了 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 咱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